有人在网络上大胆挑战警队第二把交椅 也有人躲在电脑的后边 当起键盘手羞辱首相 并辱骂警队一哥是狗 武吉安曼刑事调查部总监拿多胡泽尔 在记者会上透露 警方的情报显示 这一名38岁的印译嫌犯 在2007年出国之后就没有再回来 警方已经掌握他所在的国家 并将寻求国际刑警追击他 武吉安曼刑事调查部总监拿多胡泽尔指出 警方接获投报指一个网民 叫Nevin Pillay的网友 在脸书和推特上口出恶言 羞辱首相敦马 还辱骂全国警察总长 丹斯里阿多哈密是狗 引起高度关注 根据警方追查到的情报显示 这名网民是38岁的印译男子 经常躲在电脑后面 发表煽动性言论 2007年移居海外之后 这名男子就不曾回国 相信他在外国担任技术人员 警方将寻求国际刑警的协助 追击他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调查也显示 这名男子的家人住在巴生和刘豫 警方将尝试联络他的家人 协助调查 初步调查也显示 他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也不曾参与政治 这名网民是在巴生区国会议员 查尔斯的推特贴文下留言 号召通过国会 减少政府对警队的拨款 并要求降低警察的薪金 此外他还将警察比喻成狗 不听话就要被教训 警方目前援引1998年 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 以及刑事法典第505之B 蓄意导致公众恐慌条文 调查此案 NTV7综合报道 也不信任您 提供